Hello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你们又一老师,是老师,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下语法知识点,介意搜查,in,by,with的用法,第一,翻译相同,in,by,with都可以翻译成用,第二,用法却不相同,in,后加语言,by,后加交通方式,with,后加实体工具,看第一小题,它可以用英语说,那么英语是语言, in,加语言,he can speak in English,第二小题,它去学校骑自行车,自行车属于交通方式,by,加交通方式,he goes to school by bike,第三,我可以用我的钢笔写,钢笔属于实体工具,with,加工具,I can write with my pen,第四小题,我可以用中文说话, 那么在这里,该用哪一个呢?答案敲在公屏区,双击加关注,学会更多内容